大家好,我是叶子 在家怎么做出松软 放凉后又不发印 也不加泡打粉的馒头呢? 一起来看一下吧 花3块钱买了一圈的老南瓜 想要方便一点的话 就可以直接买果蔬粉 这一步就可以省略啦 但是我更喜欢这种蒸出来的 保留了南瓜的清香 南瓜放凉以后再放入酵母 500克面粉的话 一定要加50克左右的生粉 这个是松软的关键 再加30克的白糖 南瓜里面的酵母已经完全融化了 看不到颗粒状了 这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到面粉里面 搅拌至没有干粉的状态 很多朋友会说 放南瓜里的话 那个配比放不好 确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放的时候一次性不用加太多 如果觉得太干的时候 可以再加一点 家里面有除丝机的话 还是用机器吧 这个天气揉面挺上头的 揉成团以后呢 可以放一点椰子油 没有椰子油的话 也可以放点猪油 这样能够保湿 我用的是一次发酵法 就不用二发了 揉好以后就可以直接整形 尤其赶时间的话 可以用一次发酵哦 面团分成几个剂子 再搓成条 大小谁自己喜欢 做馒头真的是最省力的 直接用刀切就可以了 这个小朋友说是来帮忙的 我看是越帮越忙 等会搞卫生的话 挺崩溃的 但也算是一个亲子活动哦 总比他看着电视墙吧 他自己做的 也强烈要求我要给他蒸起来 切好的馒头 直接放到锅里面发酵 现在天气这么热 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用手轻轻一按 会回弹就可以了 时间15分钟就可以了 蒸好以后再门5分钟再开盖哦 就不会回缩 馒头非常的松软 而且放凉了以后也不会发硬 大家试试这个做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